Ready 台湾一吉王表示 他们以大型接机概念为题材的线上游戏 天官战绩 为了庆祝周年庆 11月17号将推出光速X运动大改版 多样系统活动全面释出 包含推出工会据点系统 让20人以下的小型工会 可以享受到领地建设的机会 新增麻吉同学会 透过搜寻功能 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玩家 还有11月17号到12月15号活动期间 所有玩家战斗经验值通通加三倍 勇者们赶紧运用力量与智慧 一起加入据点争夺战吧 雷爵旗下代理的线上游戏星空幻想 将于11月19号正式改版 包含开放人气角色 科摩托 新地图以及等级上线 这次玩家讨论的几千剧情 也将移民在此次改版公开 而科摩托有着强大魔力 擅长于兵器火系魔法 也有可使敌人呈现束缚以及无力的技能 是非常实用的角色 而为迎接改版 雷爵将于11月16号至11月18号 每天晚上在各个伺服器中的特定分流 让科摩托出现在洛法勒特城广场中 与玩家进行互动 邀请玩家一同参与 《史克维尔·安妮克斯》超大作RPG 《Final Fantasy XIII》 今年12月17号 先在日本推出PS3版本 并找来日本女歌手 《金元沙尤里》现唱主题曲 日前再度宣布 《Final Fantasy XIII》 将于明年3月9号 在欧美地区同步推出PS3 以及Xbox 360版本 而欧美版本将采用英语推出 并由女歌手李欧娜·李维 现唱英文版主题曲《My Hand》 另外微软也表示 他们针对《Final Fantasy XIII》 也会有网路活动 玩家只要登录Xbox Live 并连上Twitter网站 有机会可以得到 Xbox 360版独特网路道具哦 好莱坞大导演 詹姆斯·克麦隆 睽違多年后 亲自指导的全3D电影 《阿凡达》 将在今年12月全球同步上映 而高达3亿美金 换算约新台币100亿元的电影制作成本 堪称电影史上最高 而电影如此大手柄 阿凡达当然也不例外了 Ubisoft公司就表示 阿凡达游戏将于明年1月初发售 同样也有电影的大格局大手柄 不但采用最新3D技术的制作 如果搭配3D眼镜与荧幕 可呈现让人瞠目结舌的立体效果 而且他们也将砸下庞大行销预算 让阿凡达游戏与电影同样横扫全球 看来Ubisoft对这款阿凡达游戏 也信心满满的哦 年底耶诞商记是游戏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 今年耶诞商记的强打游戏 除了是已发售的Activision超大作 《决胜时刻》《现代战争2》之外 其实任天堂预计12月3号发售的 新超级玛利欧兄弟Wi也不容小看 不少分析师认为 以往玛利欧系列游戏 动辄都有破千万片的销量 而这次新超级玛利欧兄弟Wi 又标榜可以四人同乐 最适合在岁末年中合家同欢 再加上Wi主机 全球逼近六千万台的基础 所以新超级玛利欧兄弟Wi 全球狂卖可以预期 甚至还有机会超越 《决胜时刻》《现代战争2》 成为2009年度游戏销售冠军 到底玛利欧大叔是否饱刀未老呢 游戏发售后就知道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